好 超哥 你明天开会的文件 我都写完了 你要不要回来确认一下 写完啦 行 那我就不去看你了啊 存在电脑里就可以下班了 想搞我 那咱们就玩玩看 这都九点五分了 这好帅上哪儿去了呀 你先别管好帅上哪儿去了 你这文件上哪儿去了 文件在桌面上的呀 我说盛超 你自己做的东西 你自己怎么会找不着呢 要不在这里呢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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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 好帅 来得正好 这个开会要用的那个文件 你知不知道在哪儿啊 怪我了 怪我了 我忘说了 我 昨天晚上做文件的时候 发现系统坏了 保存不下来 我 我就把这文件 存留盘里了 还有 上超啊 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要跟好帅 一起完成的吗 昨天晚上干吗去了 苏总 没办成了 我赔酒 推不掉 苏 苏总 你别生气啊 要是因为阴京里 没有准备好会议资料 受到批评的话 我也有责任 行了 别说那些了 幸亏呀 幸亏昨天晚上那个客户 临时取消了会议 要不然你们俩呀 又得给我闯一大祸 会议取消了 对啊 要不然呢 上车 怎么我每次问你 你都说在赔酒啊 你每天就知道 赔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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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还要不要啊 身体垮了怎么办 你的工作谁来做 健康就那么不重要吗 你要是病倒了 工作谁来做 你家人怎么办 还有你好帅 你看阴京里 每天那么忙 你得负起责任来呀 这么重要的事 你竟然能迟到 想什么呢你 好好反省反省 行啊 可以帝啊 可以帝啊 来 等一会儿 来 等一下 我想了一下啊 见客户这件事啊 我自己就行了 那我去哪儿 苏总那儿有几个 批评计划需要做 就交给你了 另外这次做完之后 请发到我的私人邮箱 别再藏优盘里了 好吗 好 听懂我就下里吧 项目是我找的 创始人是我约的 资料是我准备的 连礼物都是我搬上车的 露脸的时候你不带上我 你算什么上司 看什么看 全都做完了 一夜没喝也都搞定了 这么厉害啊 来 快去休息休息 辛苦了啊 帅 帅 来 怎么了 易经理 这个企业的数据统计分析 怎么只有上个季度的 这个季度的呢 市场销售数据表 如果没有大幅度的变化 不是用近期的就可以吗 之前的不也都是这么做的吗 以前是以前啊 以前你是实习生 没对你这么高高 瞧现在不一样 可是 可是什么呀 还有这儿 还有这儿 出口贸易这块 怎么只有亚洲 欧美的去哪儿了 他们家欧美市场 刚开拓不到一个月 收益率占比连个零头都没有 怎么写啊 存在就必须得体现 精益求精 懂吗 还有这儿 这是什么呀 这个 你看看 还真不少问题呢 你看看 还真不少问题呢 得不这样吗 重新做一半 索性全做了 下辈日前交给我 有问题吗 您经理 我觉着你在鸡蛋里挑骨头 是啊 没问题呀 你在这儿签个字 我跟苏总说 说好帅认为没问题 可以吗 我让你走了吗 这是一份新的企业资料 下班之前一起整理好 还挺着急的 你着什么急啊 呀 都不 sagt 你很不肯定 再缺乏 你自己再缺乏 对吧 不然 你再去哪儿 你 Coin 问多了 她们 起来 我现在还好 你真是什么 说呢 谁 有什么 腌了吗 下班之前 全部完成 听懂了吗 好 帅 怎么了 没事 是不是殷经理有欺负你了 你别跟我提这个混蛋 小点声 公司里 你冷静点 冷静 不知道 你冷静点 千万冷静点 干啥 又找你了 喂殷经理 你又跑哪儿去了 现在全部门都在开会 苏总就等你一个人了 知道吗 不是 不是你让我下楼去买水吗 我 我马上 你不要狡辩 我跟你说一分钟内回不来 你自己跟苏总解释 好吧 郝帅 你没事吧 是吧 没事 你可千万别冲动 殷盛潮 你不是喜欢跟我玩吗 我就陪你玩到底 晓岚 你等着吧 有一个混蛋 他马上就要混不下去了 好帅 别忘了 好帅 好帅啊 许总 找我有事啊 我这儿挺忙的 有话快说 改天说吧 我要投诉殷盛潮 我知道 我这么做显得不够职业也不够理性 但是有些话我真的不得不说 殷盛潮作为我的上司 作为公司消费品组的投资经理 他的所作所为 跟他的身份完全不符 别说了 靳东 你别进去了 真的 我只有一次申诉的机会 所以我衷心地恳求你 你听我把话说完 从我入职以来 他就开始压榨我的时间和精力 自自欺验我的劳动成果 在我的领导面前搬弄是非 他还对我的人格进行侮辱和威胁 许总 对于这样的无赖我 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 所以我今天 我求求你 你帮帮我 你帮我想想办法 许总 不知道你在开会 许总 那我先回去了 好 许总 先走了 许总 先走了 你年轻人哪 许总 郝帅 那天啊 好帅 我说呢 怎么每天上班都跟个死狗一样 原来这么回事啊 来 多吃 来 哎呀 过去这么些天了啊 想清楚没有啊 说话 您经理 错了 什么 没听见 您经理 我错了 我小的时候啊 村里头家家都养狗 这些狗呢 有的特别乖 有的就特别招人讨厌 但是无论这些狗 是每天到晚 从早到晚的叫 还是随地拉水 还是拆家这些 都可以被原谅的 但是有一点 有一个红线 是绝对不能碰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摇主人 摇主人的狗 是绝对活不下去的 懂吗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从今天开始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我交给你的工作 一丝不苟地全部完成 而且不能有怨言 我当然了 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 你可以尽早辞职 反正你在公司也会混不下去了 对吧 林经理 我不想辞职 那 那就是同意了 是 是什么呀 来 说清楚大点事 说呀 从今天开始 你让我干什么 从今天开始 我就干什么 没有原因 好嘞 走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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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 好 什么情况呀 臭哥 等会儿说麻烦了 有人找你 谁呀 是魔犯不失败 林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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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就是林晨超 你就是林晨超 厂子早都群工了 半年的货都压在仓库里 根本没人要 我们的工钱一分都没见着 对你们的这个遭遇和心情啊 我特别地同情和理解 那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 这个模凡服饰这个企业呢 确实是我们金晨资本投资的 这个不假 但是他们这个周老板 跑路这件事情 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啊 而且呢 我们只是个投资方 他们不给你们开工资 我们确实也是捧不了啊 如果只是拖欠工资 我们也不至于这样 姓周的手里 不仅欠着我们的工资 还有我们的股份啊 是啊 股份 什么股份 当年建厂的时候 兴州的股动我们入股 说是一年能分到一成的利息 我们这些人 基本上把所有的家当 都入了厂里的股份了 这件事情你了解吗 我不了解呀 而且当初入股的时候 他说为了避税 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让我们每个人的股份 都要数他的名字 说叫什么来着 股份代池 对 是有这么个说法 可现在这个王八蛋跑路了 让我们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怎么办 上公安局 法院该告谁告谁去 别跟我说你们连个正规文书都没有 我就把家底儿都交给人家了 让我说着吧 自个儿法盲吧 谁也赖不着啊 而且我们也是那受害者 林省超 你说话不用阴阳怪气的 我们今天来 不是到你们公司讨债了 是来讨个说法 什么说法啊 好 我问你 你们金城资本 和模凡服饰的合同上 有委托管理真相 负责人是不是已经扔着 是又怎么样呢 好 企业出问题 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连我们下面 干活的普通工人 都能看得出来 可是你这个负责人 你却干了什么 这好几个月了 我们多次给你打电话写信 向你投诉 你回复过一条没有 还有这件事呢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苏总 我刚开始以为 就是几个人闹事 我没想到发展成真 你说 你该不该 给我们个说法啊 不是啊 有点想说法 行 行 行 别喊啊 办公室里头 要说法是吧 行 着 亲爱的工友们 由于我的工作失察 对不起 行了嗎 你这说什么话 就这个话 那还怎么着啊 我的工作有一点点失职 那也是我们公司 处理我的事情 跟你们有关系吗 你们自本转个声看看去 这么大公司 我们每天多首大项目 谁没事 老盯着你们这小工厂嘛 行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请吧 别耽误我们工作 好吗 林军领 你别说话跟你没关系 走不走 不走是吧 去 叫保安景去 你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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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工 这就是你们亲切的态度 咱们走 无理取闹 苏总 从法律上讲了 咱们也是说 徐总出国回来之前 把这件事情给我搞定 听见了吧 这 这 这 就 我 我 苏总 您放心 没事 人没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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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回问你 你都告诉我 没事 没事 现在好了 人家找上门来了 那就是底下几个打工的工人 行行行 老板跑了是老板的事 他们上哪儿告解 搞不到咱们这儿 苏总 您给我 您看这 咱们公司啊 本来也没跟这个摩帆富士 投资多少 等这风声一过去呢 把企业资产一边卖 公司赔不了钱 顶多就是我老有一个监管不力 您放心 我肯定好好写份检查 我递到上面去 我保证 绝对牵连不到您 行吧 那你就看着办吧 不许再惹出麻烦来了 得嘞 你好 嗯 嗯 你账给你个事啊 查一下摩帆富士的固定资产 发屋里边也去一趟 尽快啊 听见没有 嗯 行吗 喂 你好 我是消费品组 姨经理 找你 谁啊 莫菲夫市的工人 我挂 可是 上面 屏幕 喂 您好 姨世成 姨世成 今天不在 麻烦你们也不要再打过来了 再见 下跪在我那儿机灵点 老头 您干吗 什么事 找个人 您找谁啊 我车里没有别人 看看后面有没有人 干吗呢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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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他 你让他 我给你让他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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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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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开 你让开 站 站 我说 你让开 你让开 你手不难怪我 让我紧我呀 知道吗 好帅 站 好帅 过来 姨经理怎么了 姨经理 有什么事跟大家说 对对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你说话跟我说 跟你说什么 不是 我们的事要你 谁要着急 不要着急 你过来 别着急 姨经理 有事跟我说 我开 你给我上开 都是你 我没打他 站住的话 你真是啊 上来 上来 坐 走 你没事吧 郝川 你这皮破了得拿酒精消毒 不是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能不能你稍微轻点 你这下手太重了 不好意思 来吧 你轻点啊 你那要不对 得先把公安这些脏的地方撒干净 我知道了 那我再试试 别别别 他弄得挺好 你让他弄吧 谢谢你们 像你刚才那么说的 他们那帮人 都是冲民经理过去的 是 结果我成垫被子了 太不像坏了 不管怎么样 他们也不能动手啊 其实也 不怪他们 他们肯定也在气头上 而且你说企业变成那样了 他们都是受害者 怪可怜的 郝川 你知道自己的立场吧 虽然姻经理的话 不讲道理又挺没礼貌的 但是他有一点说的没错 这些工人闹到最后 也是拿他没办法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劝你一句 那些工人确实挺可怜的 但这是公司和企业之间的事情 如果你斩策立场的话 对你个人没什么好处 可是 如果我也保持沉默的话 那我和英勇超那种人 又有什么区别呢 您批评得对 请您转告屈总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妥善处理 是 您放心 好 再见 再见 殷胜筹 过来 苏 苏 苏总 殷胜筹 屈总现在已经知道 模凡服事的事情了 哪儿 哪儿什么啊呀 屈总现在非常生气 如果这件事情你处理不好 全组跟你一起吃瓜了 我 我知道了 站住 回来 您还有事啊 过来 模凡那些工人 你去和他们说清楚 告诉他们 这件事情只能走法律程序 不要让他们再找到公司里来 那我去呀 那您这意思是 我去 你知道 我去 怎么样 五个菜 还合口味吧 程哥 我 我这个月真没抢 说什么呢 我在这儿呢 我能让你买单吗 不会吗 来 别想那个没用 吃饭 先生 您的饮料 谢谢您 帅呀 下午替我去一趟 去哪儿 还有哪儿 你是说 模范的工厂 对呀 我跟那帮大老粗我交流不了 你善于跟他们那儿交道 合思及值吧 可是 这个案子不是你负责的吗 而且 苏总点名字让你去 怎么意思呀 又拿苏总压我呢 事情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了 谁负责这个项目还重要吗 谁去不一样 可 可是我跟他们说什么呀 你就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中心思想不变 但是有一点 让他们一定不能再来金晨闹事了 他们凭什么听我的 我这伤还没好 行行行 别太在意啊 他们也不占理 实在不行你就报警 报警会吗 110 你不需要 如果这件事你帮我搞定的话 能风声过去了 我给你项目 琢磨什么呢 五个菜呀 做地起见 那我去吧 给 对 早这样多好 行了 吃饱啊 吃完好当活 顾远 来 接着找 你好 请问有人吗 干什么的 我来找人 小伙子 你刚才说的 都是实话吗 都这个时候了 我真的没有必要再骗你们了 而且 从任何一条法律上来讲 我们公司 都和你们一样 都是这起诈骗案的受害者 我真的没有必要再骗你们了 而且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 你们可以去咨询任何一个律师 或者是警察 那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公司会按照程序 进行项目的清算 等清算结束之后 你们可能会获得一些补偿 不过 我不想骗你们 这个补偿不会太多 但是现在警察已经立案了 这个钱是被老板拿走了 只要把他抓到 人都已经跑了 剩哪儿抓呀 是啊 你接着说 那现在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你还来干吗 其实 我想跟你们说 以后 你们就不要去公司了 跟他上去 人家族 不得了 还想是自己的 我帮你去哪家族 我到底去哪家族 我 input你去哪家族 我去哪家族 你去哪家族 我肯定去哪家族 我去哪家族 我跟你说呀 今天过来的是你 也就算了 要换做那个姓茵的 大家伙动起手来 我可拦不住 其实 茵经理也是不知情的 他不知情 他睁眼瞎巴 姓周的王八蛋 就从他眼皮底下跑掉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 这几年 他俩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你是说他们经常见面 哪一个月不得见好几次面 就这 还能从眼皮底下跑掉 苏总 这这对不起 我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什么叫没想到 那不是你负责的项目吗 是啊 可我跟他那创始人都 小半年没见面了 没想到闹这么大呀 小伙子 你回去吧 我告诉你们老板 我们暂时不会再去找他 我们暂时不会再去找他 但是 不代表这件事情 就这么完了 搞定了 保证不来了 好样的啊 好样的啊 林军律 我想问你个事 问 随便问 那个 你和魔凡的老板 熟吗 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呀 我 我 我愿意这样吗 他跑了我不用受处分是吗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了 好帅 我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给我一边去 你怎么要去 我已经没有吃 chaos了 我现在也不懂我 会哎 你干嘛去呀 我这仙人掌呢 你干嘛去呀 我是仙人掌呢 没有没有 我没看见你 你也在这吃饭吗 你也在这吃饭啊 把他们那猪一块买了 不用 不用 魔凡的事办得不错 奖励你的 去吧 谢谢超哥 上车 老师 来 跟你们说一下啊 魔凡的事情呢 现在警方已经开始立案侦查了 咱们公司作为受害方之一 我可是跟上边说了不少好话啊 这才暂时不追究我们总的责任 你 你得吸取教训啊 深刻监讨啊 深刻监讨 还有啊 现在咱们这个项目的清算流程 已经正式启动了 你们俩抽时间赶紧去一趟模范 把所有和咱们公司有关的 合作上的资料 全部整理出来 还去呀 要不然呢 听见了吗 何帅 好 好 您放心啊 我放得了心吗 我还去 没了啊 这点事 愣着干什么呢 忙去啊 一会儿去模范书籍资料的时候 一会儿去模范书籍资料的时候 真明白 假明白 就什么女孩都管闲事 这次聪明点啊 让我给公司惹罢了 放心吧 超哥 我靠 疯了 我要开马沙拉底 你敢离我这么近吗 勒死你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超哥 你这皮带是新买的吗 我在杂胜看过 国际大牌得上万块呢吧 假的 我看看 行行行 开车 假的还怕看 来 小伙子 慢点 来 帮你去 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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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事 没事 你们老板留下的资料和文件 就这些了吗 对 只要是能找到的都在这儿了 对了 小伙子 这些文件能不能帮助你们 找到那个姓周的 这个 这些文件能不能帮助你们 抓人是解决的 警察的事 我们 那 那你们找这些文件干吗呀 公司不是要走清算程序吗 需要了解一下企业的经营状况 说来说去 还是算你们自己的账 对不起 算了 算了 跟你说这些也没用 你收拾好了 那我自己走吧 那我自己走吧 好 喂 姻经理 那行 我马上下去 干吗 小牛皮 什么小牛皮 你的皮带啊 皮带怎么了 从磨损的程度上来看 应该用了两个月 价格应该在一百五到两百八之间 对不对 可以啊 你怎么知道 我就说我一定不会再送 所以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你找我的手 现在给你找我 都不说 你不是这么问题 认为你怎么会这样 你说的 你怎么把我做了 还好 你这为什么 你怎么能够 呢 你怎么办 你这个你的道理 一起 你摸我干吗 你这条皮带产地意大利 鳄鱼皮针口 一千八对吗 对是对 可是你研究皮带干吗 我只是检测一下我的超能力 我家从小不是做服饰的吗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衣服 所有的东西只要让我一摸 品牌制度的价格 我就能猜个八九不理事 你又在搞什么药盒子 我没搞药盒子 我跟你们说 殷胜超他有问题 大哥 你这事还一完没完啊 你听我说完啊 殷胜超 前两天买了一个衬衫 一万八千六 应景里 山寨的吧 不可能 米兰时装周最新的走秀款 只有海外代购 我连假货都没有 还有 还有 昨天 我发现他换了条皮带 上换吧 为我的人格担保 绝对是正品 顶尖的奢侈品 所以呢 所以 殷胜超又没有什么 爆款的项目对不对 他为什么一下就变得这么酷 尤其是在模范服饰 出事之后 何帅 没有确切证据之前 你不能乱讲话 你和我们几个说说就算了 但真要传出去 你这是在暗制殷胜超 和模范服饰的仇吻有关联 你这要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就要完蛋了 是你要完蛋了 是啊 郝帅 再怎么说 他也是你的领导 如果你不跟他搞好关系 在这个公司很难混下去吧 行行行行 不和上次搞好关系 就混不下去了 晓岚 你和马总 司聪 你和江经理 你们俩刚上岸几周 你就在这儿叫你起我来了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反正我不管 即使你们不跟我一起去查 这件事 我也要查到底 郝帅 这个郝帅 别着说什么麻烦的才好呀 胡说 干嘛呢 超哥 这是我在模范服饰 拿回来的资料 我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 明明的伤的线索 你是不是闲的呀 警察都立案了 你跟这瞎操什么心呢 赶紧推特资料裤子 别跟这儿碍眼 好 苏总 模凡服事的清算流程 进行到哪一步了 正常推进啊 怎么了 那个 那个 能不能稍微地加快一点 这么一直拖下去 对模凡的工人 好像不太公平吧 这个事情呢 已经交给盛超去处理了 您就不用操这个心了吧 我 我知道 走啊 苏总 盛超 来了 聊什么呢 这 这 没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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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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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总 苏总 您给参谱参谱 您说这个 哪个好啊 马沙拉蒂啊 鸟枪换炮了 没用没用 你中彩炮了 不是 这蒙上俩股票 您 您懂行 您给参谱参谱 您说 真一行 这时候 还来 真是好车 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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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带上 怎么了 神秘兮兮的 你说不说 不说我可走了 等一下 你 你 那个超能力 真的能不准啊 什么超能力 就是 你说看衣服啊 当然了 上海滩拉尔夫劳伦白叫的 你怎么了 爸 忍一斉 很好 赶紧 不是 Czy真 technology 你还有这诞念呢 我这事可就跟你说了啊 你千万别我说漏了 这么大的心闻 当然要跟小孙说一声 我跟你开玩笑的 我能跟他说嘛 对不对 不就是一鞋码吗 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下回啊我看一眼我就知道 不过思聪 这毛啊 可不是白把呢 你想干什么 我要查印生抄 你得帮我 郝帅 来得刚巧 刚巧 有事吗 没事 我拜托给你那个事儿 你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郝帅 你听我一句句话啊 这种行为属于确切因此 太冒险了 万一 被领导门知道了 刚才我看你想完了 你不是想知道 他鞋码多少号呢 来来 我告诉你 那我要的东西呢 姜经理 你要什么东西 我 我不要什么东西 我跟他开个玩笑 是吗 是 是的 成功了 你看人手机 是不是跳过了所命运了 太好了 大概多久 用了五分钟时间 五分钟 太长了 这已经是我能用的 最快速度了 那我得想想办法 老船 你想清楚了 真的要去破解 你还是找到手机 你做好准备吧 我随时来叫你 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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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清楚啊 这件事要是漏了 咱俩后面的人生就都废了 丧 你相信我 殷胜招他绝对有问题 他就算是有问题的话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给你留下的印象就是我比较讨厌他 我希望他闯大祸倒大煤 但是这次这一切跟这些都没关系 公司倒闭了 老板跑路了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这就是砸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巷 殷胜招写几份检查 扣了脚筋 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 那现在就让他结束吧 好吗 我可以结束啊 那模范的工人怎么办 你没看到他们 他们辛辛苦苦地养家 把攒了一辈子的钱 都搭在那跑路的毛毛蛋身上 殷胜招如果知道些什么 他们兴趣还用不救 那你说 我还能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不是在逞英雄 我就觉得如果在这件事上 我还装糊涂的话 那我和殷胜招对有人有什么区别呢 苏 你明白我意思吧 Haj 你人来了 你们俩忙不다고我要ứ 我就不当电脑袍了 我还有工作呢 注意点 你们两个说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呢 我一来他就走了 为什么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小岚 你一定要记住我 如果明天事务最后一天上班的话 如果明天事务最后一天上班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 我也是可以为朋友聊脸插头的 我也是可以为朋友聊脸插头的 你说什么呢 没什么 苏总开会去了 您跟我说就行 好嘞 我现在就记一下啊 在呢 在呢 您说 您说 139 喂 您好 小岳拼组 107 姓刘啊 刘总 您说 好嘞 好嘞 一定转答啊 再见 好好好 行行行行 我们马上下去 马上下去啊 怎么了 出事了你了 什么事啊 大厦物业说您的车被撞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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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走 走 走 干什么呢 这能行吗 怎么不能行 我跟你说 我换的跟金城超一模一样 我跟你说 你看 连屏幕上这个划痕 还有平保 我都选得跟它一模一样的 你啥呀 它一解锁不是全都漏价了吗 五分钟 我保证你五分钟之内 不会被发现 你把资料考出来 等解锁之后你就离开 我会找机会 把手机换回来的 怎么了 宝贝 宝贝 上哪儿了 小马莎呀 上哪儿了 哪儿呢 不是 手起开洗手了吗你 这好像 好像没撞手啊 不是谁来电话 是乌业吗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一个人说 说你车被撞了 我知道了 一定啊 是有人嫉妒你新买的车 故意给你打电话 说你车被撞了 玩我吗 谁呀 有病啊 走 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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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这 这表得十几万呢吧 挺实货呀 还是超哥厉害 一般人还不知道这款 还行啊 嗯 还行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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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喂 您好 我不需要啊 我谢谢你以后别再打电话了 再见 骗子 就是 现在骗子太多了 这不是我电话呀 应经理 董事长在这儿干嘛呢 这你的 刚开会的时候 不小心拿错了 还真有点像 不小心 不好意思了 没事 走吧 高松 你怎么那么笨啊 这么简单的事 居然能让人发现了 简单 简单你怎么不仔细做 好 你先别说这些了 搞到没有 刚要破解 蒋经理就来了 不过 不过什么 我在手机上看到了一个 威胁来电 那个电话打了很多次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接 哪个屁用啊 万一是个送快递的呢 那个电话号码很特殊 好像 是从境外打过来的 非常有页性是 你看这个 就很轻松了 你能够一行吗 倚蜻里 你还要去干吗 你的怀疑就那么有把握吗 就算真相就是你说的那样 你们现在的做法就可以被原谅吗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不要再胡闹了 明白吗 那可是 我是为你们好 私自破解同事手机窃取信息 这和你们的动机是不是正确 没有关系 如果这件事情一旦传出去 您盛超晚了 你们也晚了 今天的事情 我当不知道 先回去吧 江经理 干你的活 我听说 江经理 什么事 那个 殷经理手机上的那个威杰来电 你也看到了吧 那不是一转普通的国内电话 所以 如果好帅猜测得是对的话 可能殷胜超 真的跟那个跑路的老板有联系 如果他猜错了呢 事情闹大了 你跟他一起被开除 也无所谓是吗 我 我愿意相信他 好帅这个人 虽然平时看着挺不着调的 但这些事他能坚持这么久 一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我就想 虽然这次 没有给他拿到什么有利的信息 但是一转电话号码 应该不算伪计吧 你把你记住的号码给我看一遍 你把你记住的号码给我看一遍 好 我把你记住的号码给我看一遍 老帅 干嘛 你给我过来 不是 过来 你到底要干嘛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盗签线 我不接受盗签 看一眼 盗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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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呀 江经理也看到那个威胁来电了 他对数字非常敏感 所以这个号码一定不会说错吧 真的 太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接下来靠你自己了 你放心吧 后面的事包在我身上 就这么一个电话号码 真的能找到你说的那个人吗 好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个号码背后的主人 一定有鬼 干嘛呢 站这儿干嘛呀 乔哥 迟到了吧 来 哥 这车不错 沙发都比别的车舒服 谁让你上来了呀 下去 我来找你说个事 超哥 说个事一会儿办公室说起 行吗 别别别 苏总在楼上 说话不方便 什么事啊 这个号码你记得吗 不知道啊 什么呀这是 不知道啊 那我帮你回忆回忆 谁啊 谁啊 到底谁啊 说话 神经病 周老板 你是谁啊 我是谁不重要 你知道我是殷胜超的人就行 殷胜超 我这要找他呢 说好他帮我清算破产 让案子死掉 怎么到现在警察还没把世界找我 你们怎么做事呢 原来是这样 那就要看 周老板您的诚意了 诚意个屁 当初收了我多少钱 拿我当傻子是吧 我告诉你啊 真等到有人找到我 你们一个月别抢跑 好 我有备份 好帅 你算计我是吗 还给我 我是说嘛 魔凡出了那么大的事 你作为一个投资人 你一点都不紧张 其实你早就知道老板要不好 你不但不告诉公司 还问老板去要钱对不对 帅 你看这样啊 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你在帮哥一个忙 把你那些备份都删了 给我保这个秘 然后我的这些钱 我分给你一半 行吗 喜欢吗 车拿去随便开 什么时候开高兴了 再还回来都行行吗 还还 不是 都是你的 你都拿走行吗 手表 不是贵不是喜欢吗 都给你行吗 给我带 行行行行行 我可以答应你 但我怕他们不行 帅 你们先聊 我下去了 帅 这干嘛呀帅 你知道你今天应该做什么吗 第一你要把你所有拿到的账款 都分给魔凡的工人 就当做这是利息 第二 你要尽快地配合警方办案 越早把老板找到 你的罪就越小 听明白了吗 超 哥 帅 帅 对了 我还有一个 个人的小小请求 我希望呢 你 不要再出现在公司了 因为我一看见你 我就觉得 恶心 因为解决模凡服饰的风波 好帅 一下子成了消费品组的红人 也如愿以偿地自己 投资了国内的服装领域 曾经的变态跟踪狂 如今已经成了公司里 最受女同事欢迎的时尚达人 这次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